好同学注意看啊 这一个呢我们上次讲了 但是今天呢 为什么又拿出来特别再提一下呢 就是回应啊 美国不是新选出来的新总统吗 对不对啊 我们可以看到 那这个时候欧盟的反应 对不对啊 因为举例来讲 那川普不是说 北约他不管了 对不对啊 然后你们这个盟国都要什么 你若要我美国出面的话 你们就要多付钱 对不对 我不在什么 白帮你了 对不对啊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看到欧盟怎么样呢 共同要什么 共同对外行动 看到没有 就是什么 大家要立场一致什么 跟什么 川普什么 来 交涉了 对不对 那你们一个一个什么 跟他交涉不就是各个急迫 然后对于欧洲国家 突然注意看啊 欧洲国家跟我们不太一样的是什么 因为他们觉得什么 这就是我们第一堂课讲的什么 你美国白人的文化母源在我这边啊 基督文明啊 对不对 是我这边啊 对不对 所以同学注意看到没有 欧洲人面对美国人啊 跟我们不一样啊 他们是还是有一点 我是你的文化母源所在哦 虽然你今天是第一大国了 但是什么 你还是我这边分支出去的啊 对不对 然后再加上川普母亲是苏格兰这边的 父亲是德国这边的 对不对 就跟你说他完全是什么 欧洲系统的嘛 对不对啊 然后再加上这几天哦 这个选上了以后 大家发觉哦 他不是随便当选的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他家深受基督文明的什么 影响啊 对不对 看到没有 所以同学注意看 那他现在就是什么 在美国什么 就是要回到所谓的主流价值 其实就是什么 基督文明的一些主张 看到没有 所以我们这一堂课一开始讲的 欧洲的各大文明呢 其实同学注意看啊 对于所谓的西方的白人来讲 那就是他们的主流 那好那这边呢 那欧盟的会员国呢 举例来讲英国 英国他就没有参加什么 欧盟的什么协商会议 什么对付川普 就是什么 当然一方面你可以说 我英国要退出欧盟了嘛 对不对 那法国也没参加 同学注意看啊 法国什么 自从什么 戴高乐 哇 那不得了啊 在二战之后当了什么 法国总统以后 就强调的一个重点 法国要走什么 独立的路线 所以同学注意看 法国呢 基本上参加欧盟 他也是什么 居于领导地位 那参加北约呢 同学看到没有 他一直一开始什么 他参加 但是北约里面负责统领各会员国三军的那一部分呢 他不参加 这意味着什么 我法国的三军最高统帅 名义上 实质上都还是我法国总统 看到没有 一直等到什么 我们之前讲的 冷战结束 德国统一之后 法国什么 才重返 因为他要抓住什么 这个北约来什么 制衡德国 看到没有 我们之前是提到什么 成立欧元 对于法国来讲就是什么 我要从金融方面 钳制一加一大于二的影响力呀 对不对 那光钱 钱很重要啊 那还有军事呢 那军事我也要控制住啊 对不对 所以同学注意到 川普说要把北约给什么 或者说他不太 不再支持北约 或者怎么样 你们自己去搞你们的 对于欧洲国家来讲 那当然对全世界 都有影响的一点是什么 他可能改善和俄罗斯的关系 特别切记哦 这一点我们台湾 老师这几天注意 都没有人提这一点 川普他不是只是喜欢普丁那种 哇好像跟他一样的 什么男子气概的 没有那么简单嘛 同学看到没有 北约成立的目的 老师以前上课不是有提到吗 就是要把俄罗斯赶出欧洲 然后把德国踩在脚底下 不准德国再翻上来嘛 对不对 那你把北约弱化了以后 同学注意看要观察就是什么 他如果真正的改善和俄罗斯的关系的话 那这下不得了啦 那你北约存在的目的真正是什么 就少了一大半啦 那你德国也没有必要把它踩在脚底下啦 你们不是朋友吗 现在已经是朋友啦 对不对 所以那你存在的目的是什么 看到没有 所以同学一定要注意 那当然如果说川普能够改善和俄罗斯的关系的话 那当然我们台湾就什么 也受到重创哦 所以同学千万不要以为跟我们无关 只和欧洲国家有关 龙老师的意思嘛 就等于说整个欧亚大陆上 包括北美 大家都是好朋友啦 看到没有 那现在美国和欧盟的策略是故意把什么 故意和俄罗斯搞对抗嘛 看到没有 那这样子什么 他们联手起来什么 孤立围剿俄罗斯啊 那现在川普有可能什么 改变这个策略啊 看到没有 所以呢同学注意看到没有 因为各个国家考量的利益不同 所以欧盟里面呢 法国 那法国基本上什么 他自己什么 注意看 他长期来同学有没有注意到 法国好像跟美国都是什么 法国不太理美国的 对不对 而且觉得法国 法文多棒 多优秀 多杰出 法国的文明 文化也是很了不起的 所以没把什么 美国看在眼里 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情况 那当然其他的欧洲国家什么 到在欧盟的这个什么 这个框架之下 这几天不断的什么 我们看他抛出立场 同学注意看啊 你当选了我恭喜你 但是呢 在恭喜你的同时 其实我也陆陆续续 亮出来我的笔牌了 我希望你怎样 我不希望你怎样 其实都已经在开始什么 交手了 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情况啊 那当然 欧洲基本上 他是有他 当然同学注意看 欧洲国家 特别很气的 就是什么 欧盟国家特别气的 你川普居然说 比利时布鲁塞尔 是个小村落 对不对啊 那对于他们这个 文化的母源来讲 那真是 孰可忍孰不可忍啊 好 那我们这边先补充一下啊 那欧盟这个地方呢 大家当然会注意到啦 欧盟现在好像 一桩坏事 接着一桩坏事来啊 英国要脱欧 那美国现在又川普当选 这些基本上都是强调民族主义的 或者是民粹当道的 那接下来呢 欧洲也很害怕啊 看到没有 因为欧盟大概明年 大家注意看 意大利 荷兰 甚至德国都要选举啦 对不对 那这些国家里面什么啊 基本上民粹 民族主义 陆陆续续什么啊 都抬头 同学注意看啊 民粹和民族主义的差别 民族主义是反外国人 对不对 那民粹呢 是反自己国家的什么 领导统治阶层 那不是 那为什么反自己国家领导统义阶层呢 其实同学注意看 就是什么 大部分的国家 同学注意看啊 在民主国家和共党国家 对立结束以后 面对这个全球化呢 的冲击呢 大部分的国家 其实什么 想不出太多的办法来因应 因为这个什么 这是什么 全世界的领导人 你们看他的年龄层 即便是川普 70岁 那其他国家 没到70岁的 就更不用说了 完全没有这个历史经验 什么历史经验呢 举例来讲 以前 老师向你们学生时期 所谓的世界 所谓的地球 其实是半个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 民主国家和共党国家对抗嘛 大家互相不来往啊 所以老师 像你们这个时期讲的 全球 就是民主国家什么 所互动的半个地球哦 那共党国家 像老师这个年龄层的人呢 他的世界也是半个共党世界啊 另半个两边对立 所以没有来往啊 对不对 那但是到了你们呢 你们所说的世界 就是整个地球 因为民主国家和共党国家已经握手言和了嘛 对不对 所以每一个国家要处理的 先不要说别的了 要面对的空间多了一半 以前的世界是半个地球 现在的世界就是整整一个地球 看到没有 你处理所有对外交事务 然后外交外部环境对内部的冲击 大部分的国家的领导人 同学想想看 是不是都没有经验呢 对不对 所以基本上很多国家是找不出办法的 所以很多什么 同学注意看 那这么大的场域 其实同学思考看看 是不是还是只有强者能够因应嘛 看到没有 半个地球变一个地球 同学注意看 有实力的强者 举例来讲 大企业 那他非常高兴啊 他可以投资的地方 多了半个地球啊 对不对 那还有谁会很高兴 不会很难的 老师以前上课一直提醒 有人的地方好人坏人并存 刚才讲好事你讲个坏事吧 对啊非常好啊 犯罪的也什么 全球化啦 那更可怕的一个现象就是什么 好人坏坏人联手啦 这就是今天希拉蕊被谴责的地方啊 看到没有 你也跟坏蛋结盟啊 对不对 贪腐啊 全世界的贪腐啊 那更乐啦 对不对 以前贪腐也只是半个地球啊 对不对 那现在贪腐大家联手起来乐得不得了啊 贪腐也全球化嘛 对不对 所以变成中下层的人 还是没办法翻身啊 董老师的意思 所以现在变成说反 就是说民粹 其实基本上 大概主张民粹的人 你们注意看 每一个国家内部 大概都是那个国家的什么 中间和中下层 因为在民主国家和共党国家对立的时候 因为每一个国家都是大敌当前嘛 一大堆敌人啊 半个地球的敌人啊 对不对 所以内部有什么问题都被压下去了 因为大敌当前嘛 大家都要忍嘛 对不对 好 那朋友 敌人已经现在变朋友啦 那你们怎么还叫我牺牲啊 你们搞的全球化 怎么还是我牺牲啊 对不对 那我什么时候才轮到我翻身呢 对不对 所以欧盟也一样 欧盟现在什么 陆陆续续的选举 欧盟也很紧张 那但是同学注意看 欧盟这边的选举选完了以后 即便是所谓的民族主义 或者是民粹当道的 那基本上啊 老师建议大家注意 他倒不敢全然翻盘搞出什么 保护主义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什么 欧洲国家都是很小的小国 他如果翻盘的话呢 他说好我不搞了 我关起门来 同学注意看 他们也很务实的 就是什么 他们有些国家的国内市场比台湾还小 对不对 他们比我们还小啊 对不对 只是说他有很多局来讲 很多欧洲国家强项都是国际金融服务业嘛 你说他敢关起门来吗 那他很多没有什么重工业啊 对我就是靠很强的服务业啊 那你服务业你关起门来你服务的顾客就那么几个啊 你敢关吗 这个账他也会算啊 对不对 那同样的道理 那当然美国基本上他的规模是比较大嘛 他如果真关起门来可以扛住几年 但是也不敢什么全然关的啦 因为你再怎么样 有很多东西是自己内部没有的嘛 你还是要跟别人互动啊 对不对啊 只说我要更精算我自己的利益 我不再像以前那么大方啦 我也不管我想不想当全世界领导国不管啦 反正一切唯利是图嘛 对不对 商人的本色就是如此啊 那欧盟同学注意看 往后明年 当然也是关键年啊 他陆陆续续什么 选举啊 会影响整个局势 那但是这个局势呢 就是老师刚讲的 他本身没有那个条件关起门来 不仅不会让欧盟垮掉 而且什么 这些小国更要依附欧盟 因为举例来讲 如果川普真的搞得很激进的保护主义的话 他关起门来 他可以扛一段时间啊 对不对 他关起门来 那你欧盟的东西往外卖 他可能也刁难啊 对不对 他也找你麻烦啊 对不对 那你们这些出口导向的 就是老师讲的嘛 最起码就算美国搞保护主义 你欧盟这些国家什么啊 最起码你欧盟你不敢猜 因为最起码大家都在里面 美局来讲 比利时的国内市场有多大啊 整个欧盟 卢森堡的国内市场有多大啊 整个欧盟嘛 对不对 如果你们都退出去可以啊 那你比利时的什么国内市场就那么一小点啊 那卢森堡不就更小 看到没有 所以他们基本上会很务实的 看到没有 所以保护主义同学注意看 当然现在大家很担心啊 但是不敢 因为现在什么 生产要素已经分布在全世界里 不敢什么 没有一个国家敢说我什么都有 没有一个国家敢这么讲啊 对不对 所以你一定要跟别人互动嘛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你关起门来 人家也对你关起门来嘛 对不对啊 所以同学注意到 这个情况 那欧盟呢 同学注意看 我们之前有提到过啊 因为德国统一之后呢 的确强国 欧盟内部呢 强国弱国的实力什么 都已经陆陆续续什么 很明显的区隔了 所以同学注意看啊 现阶段全世界 不管是个人还是国家都一样 个人很明显的什么 包括你们同学们都一样 杰出的很杰出 普通的呢 也有一些 但是普通的基本上什么 现在就已经被归为什么 下面的了 所以我们前一阵阵队不是好像 对有些人对于别人称呼他是中下阶层很不满意 对不对 同学注意看啦 你中下阶层还算不错的啦 没有是最底层 因为什么 越拉越大 那国家呢 一样 有钱的国家越来越有钱 没钱的国家什么 越来越差 以前所谓的什么亚洲四小龙啊 什么这种中间等级的 同学注意看 陆陆续都没有了嘛 看到没有 就是强者越强 然后其他的什么都被打成什么 底层啊 那回到你们身上就是什么 同学们 想尽办法要让自己是什么 向上的 不是向下的 因为你说那我夺到别国去 别国也一样 看到没有 而且现在陆陆续续看到外国 大家也都很陆陆续续排外的这个势力啊 民族主义这个势力 陆陆续老师不敢说 快速增加 但是毕竟是有增加了嘛 对不对 甚至你看美国这一天选举 在那边念书的台湾留学生 就受到冲击啊 你毕业以后 你想留在美国 对不起这个机会恐怕什么 就是被砍了 因为我要留给我美国人 看到没有 所以同学千万不要以为 哪个地方还可以容下我这个什么 不必打拼的人 没有了 所以同学注意到 那欧洲呢 同学注意看 因为德国统一之后已经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情况之下呢 同学注意到啊 那我们怎么治理呢 因为欧盟本身也不敢说自己的实力是无穷大 无穷多啊 对不对啊 所以呢他们延续 所以同学注意看啊 你我们谈欧洲或者是广义的西方 这个宗教的影响力千万不能输 这个遗漏掉 那这个宗教影响力呢 同学注意看也绝对不是指在个人 那当然个人举例来讲 新教就是什么 像川普所来自的家庭 新教家庭的影响是非常严格的 同学注意看 川普给人家好像是花花公子型的 对不对 但他既不抽烟也不喝酒 生活也很规律 看到没有 那这就是新教里面生活上的价值 那治国的价值呢 同学注意看到没有 他这个辅助原则 也就是说我欧盟里面虽然有28个 这个会员国 那你们各有特色啊 对不对 在波鲁塞尔的欧盟执行委员会呢 就是老实说的行政院呢 他并不必然什么 事事都要介入 有什么事情你们都自己先处理 如果你们没有能力了 我什么才出来 协助你这个叫什么 辅助原则 那这个原则呢 就是当年罗马天主教皇 和欧洲这些国家的什么 彼此之间的互动关系 也就是说你们欧洲各个国家的皇室 皇室跟哪个皇室之间通婚 听我的之外 那你们怎么治理国家细部的问题呢 你们自己先处理 如果你们处理不了的话 我什么 我在出面嘛 对不对 因为同学注意看 罗马天主教皇就有点像今天的欧盟的这个单位啊 他是有收入的啊 对不对 因为欧洲国家当时的信徒是不是要交什么 教室路 就等同我们今天所说的要交宗教税嘛 你要买赎罪券 你要交教室路 就等同税嘛 税收嘛 所以罗马天主教皇是非常有钱啊 对不对 甚至到今天大家注意 梵蒂冈的罗马教会的什么 他的银行那里面的钱 那真是天文数字啊 即便是在全球金融风暴 欧债危机期间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民怨沸腾的时候 大家要求银行什么 要有纪律 要查账 对不对 甚至要压力测试 看你的什么 资金够不够 不够要关门 不要在这边骗人 对不对 那但是所有的检查的什么 机制不进罗马天主教的银行 看到没有 所以就等于说这个宗教同学 千万不要只把他想到我们 我们这个什么 什么这个古山路这边 我们学校外面有个古山路那边 好像也有个也有个教会嘛 不要只把他想成那样哦 那就太小看 他对于欧洲文明的这个影响力哦 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情况 所以欧盟今天治理的模式 就是采取当年罗马天主教皇 和他的什么 附属下面所有国家在金钱上的援助 或者是在治理上的什么 互动模式 只是今天叫做辅助性原则 你还是什么 你要负责你自己的 所以同学看到没有 这也就是为什么希腊发生欧债危机的时候什么 有人主张要赶快去救啊 那但是后来一开始不动 一个很重要的依据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欧盟的法律里面什么 是依循这个辅助性的原则 当事国家你必须用尽一切的手段 如果解决不了 我们才进来 欧洲中央银行才进来救你 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情况 好那今天呢 我们看到东欧这些前共党国家 陆陆续续什么 共产党瓦解了嘛 对不对 所以什么 他陆陆续续分批加进到欧盟来 那欧盟所以同学注意看 欧盟当时为什么在德国统一之后 决定要快速什么 让东欧这些国家进来 其实西欧这边同学注意看 今天我们说 哎呀要担心明年欧洲啊 意大利啊 荷兰啊 甚至德国的这个什么 选举怕民粹民主主义又当道 对不对啊 其实同学注意看 民粹先不讲 民主主义这方面呢 欧洲近期的焦虑呢 同学注意看 就是什么 前东欧共党国家瓦解了以后 一般的老百姓 举例来讲 我们是西欧一般老百姓 大家还是想到自己以前的高水准的生活 对不对啊 因为一般老百姓他对于国际关系什么 并不必然理解嘛 对不对啊 那但是呢 西欧这边特别德国法国他们理解到什么 那当然其他什么荷兰比利时卢森堡 这些国家领导阶层的呢 都非常清楚 你要赶快让东欧这边的人加进来 要不然什么 到最后好不容易历史上一个重大的契机 把俄罗斯的影响力推回到俄罗斯本土啊 对不对 那东欧这个地方什么 赶快把它什么 让它加进来变成我们的朋友 这是好像道德面的 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 赶快攻进它的市场 对不对 你把它拉进来了以后 是不是是你的会员国 那市场就是对你开放嘛 它的市场就是你的市场 看到没有 就是老师刚刚讲的嘛 你比利时国内市场原来就这么小嘛 随着欧盟不断的扩大 就变成你的国内市场不断扩大嘛 对不对 好 但是同学注意看 这就是老师讲的嘛 一般的老百姓并不理解 这个重要性 因为你让你说 我赶快把这个市场也抢过来 你不能市场这个概念好像听起来是空的 但是这个里面的人 你对他开放的时候 你也不能不让他过来啊 对不对 所以很多东欧那边的老师上课不是有提到吗 即便是像你们这样的学生 也有东欧国家的年轻的学生希望到西欧来念书啊 对不对 那西欧的有些大学生他就心里不舒服了 你怎么来抢我的奖学金啊 这很清楚的 你怎么来抢我的奖学金啊 特别是那些没申请到的 他总觉得什么 他总觉得他没申请到是别人害的嘛 我没申请到小小金就是你害的 你把我抢走了 对不对 所以呢他什么 怪自己的政府 领导统治精英 所以民粹 所以看到没有 民主主义和民粹什么 就开始恶性循环了 对不对 我这边不顺利 我怪我们自己国家的领导阶层 没有能力啊 那但是有些国家的领导阶层 真的是出问题 但是不是所有国家的领导阶层都出问题啦 对不对 所以同学注意看哦 很多国家是什么 毕竟就是老实讲的嘛 以德国 我们讲欧洲最最次的这个 不管是难民也好 移民也好 德国梅克尔的主张是对的 对德国有利的 因为不仅德国 欧洲特别西欧这边早就少子化的问题 非常严重啦 对不对 你们要维持想这么好的社会福利 下面没有年轻人陆陆续续长大 所以他接纳了哦 他也不是在做好事哦 他是在处理自己国家少子化的问题嘛 看到没有 那但是一般德国人不理解啊 对不对 所以不是同学千万注意哦 不是像我们媒体讲的 啊什么 所有国家的领导阶层好像都出问题了 不是的 啊 毕竟有一些老百姓 他对于他国家解决问题的办法 把外国人拉进来 他就觉得什么 他就对于他自己的一些困境找到一个什么 埋怨的出口嘛 看到没有 那欧洲这边呢 同学注意看到没有 这个民主主义还有民粹呢 其实不是这一两天 而是什么 东欧这些前共党国家陆陆续续加进欧盟了以后 因为我们之前不是也提到吗 欧盟你既然扩大变成一个单一市场 你要开放人力物力的自由流通啊 对不对 那人人家也会过来啊 对不对 那你就不满了 对不对 你好像只要人家的市场 不让人家的人过来 那怎么可能啊 对不对 因为人流物流金流 这三大流是绑在一起的嘛 对不对 你不能说我只要其中一种 其他的我一概不要 那没办法处理啊 对不对 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情况 其实欧洲的什么 近期的民主主义 那当然什么 之前这种所谓的移民潮呢 基本上就是临门一脚的什么 把整个问题给炸开了嘛 对不对 其实在这个时候 问题就已经出现了 大家觉得什么 来了那么多东欧的 而且当然同学注意看啊 西欧这边的人潜意识上也认为自己比东欧优秀嘛 杰出嘛 我高高在上嘛 那当然跟他们的历史背景也有关啊 刚才讲的 我们这一堂课一开始讲的 东欧这边什么 要么东正教 要么东罗马帝国掌控时期比较久嘛 所以东正教啊 甚至伊斯兰文明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 进到欧洲来 很多是停留在东欧这个地方 所以西欧这边呢 是基督文明是主流 所以在这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中 他们就是高高在上啊 看到没有 那面对东欧这些又是东正教 又是伊斯兰文明的 就觉得你就是低我一等嘛 对不对 然后你们这些穷亲戚 跑来我们这边 抢我们的吃 抢我们的喝 对不对 什么都来分我们 然后你们好像也不怎么样 同学想看 如果他们真不怎么样的话 你也不可能让他加入嘛 对不对 因为同学注意看 这个东欧国家在转型 由共党转型成议会民主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时候 一样啊 西欧北欧的大企业什么 抢进去什么 一样是什么 掌控别人的市场啊 对不对 所以其实是什么 互有得失嘛 但是一般的老百姓不管这么多啊 对不对 然后一肚子的气 那甚至什么我们之前有提到过 阿姆斯特三条约 那勉强通过了 那接下来什么 欧盟的很多法规呢 就很难通过 特别是需要公投的 就很难通过的一点什么 就是西欧国家什么 他就不爽啊 我干嘛要让你们这些人过来 拿我们的资源呢 就以你们同学的情况来讲好了 你们凭什么过来 拿我们这边的奖学金啊 我们这边的奖学金 是我们父母缴的税 你们父母没有在我们这边缴税 你们凭什么过来 拿我们的奖学金 看到没有 光是你们同学之间就这样了 那其他企业那就更不用说了 那是不是更斤斤计调了 对不对啊 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情况啊 好 那东欧这边的会员国 你们注意看啊 陆陆续续什么啊 通通这样子进来了 看到没有 爱沙尼亚 拉托维亚 立陶宛 这些又刚好靠近俄罗斯边边 地中海 不波罗的海附近 所以同学看到没有 欧洲国家的当时的什么 西欧这边的领导人快速的让他们加进来 其实是符合他们利益的 别的不说好了 这三小国原来被俄罗斯 还俄罗斯抓得紧紧的 爱沙尼亚 拉托维亚 立陶宛 看到没有 那赶快让他进来意味着什么 西欧的影响力直逼什么 就守在你什么 俄罗斯的家门口 看到没有 所以其实对西欧是绝对有利的 那当然一般就是老实讲的 不是每一个老百姓都有很深 很好的 有所谓的世界观嘛 他对他所生存的世界也并不全然理解嘛 所以他也无法理解什么 他的政府是在为他做好事嘛 对他反倒埋怨啊 对不对 你干嘛老去帮外国人啊 对不对 他没有理解到帮这个外国人其实最终的目的是在帮你嘛 对不对 所以同学看到啊 因为他赶快以最快的速度让他们加进来 让他们帮西欧国家守在前面挡着什么 俄罗斯的影响力出来啊 对不对啊 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情况 那波兰捷克匈牙利马尔塔还有斯洛维尼亚什么 就在这个时候什么就通通让他加进来了啊 好 那加进来了以后呢 这会员国增加东欧西欧都有了嘛 所以当年丘吉尔提出来我们欧洲要成立一个单一国家合纵国 对不对 那我英国不参加 好那你其实你也又参加了吧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正要往单一国家方向迈进啊 看到没有 好 那单一国家迈进的话呢 同学注意看 之前讲的行政院成立啦 就是欧盟执委会啊 对不对 立法院欧洲议会 就是欧洲议会嘛 那也有啦 那我们陆陆续续要成立单一国家的这个组织结构 陆陆续续都已经出来了嘛 对不对啊 那现在就什么 要指引一个国家发展的 在法律面的 是不是最高的就是要宪法嘛 对不对 所以呢 那我们下一步就是什么 要制定宪法 那制定宪法呢 同学注意看啊 欧盟宪法 这个在这个时候就提出来了 同学注意啊 那这个宪法的内容呢 细节我们不谈 但是里面很清楚的 国旗国歌总统外交部长什么 这些陆陆续续都很清楚的规定规范出来 那就是一个国家的单一宪法了 那这需要什么 他有两种办法 需要会员国什么 同意嘛 那好 有两种办法 一种就是什么 会员国的国家的议会通过就可以了 那有些国家呢 是要公投 通过才可以啊 好 那那两种嘛 那让会员国自己选 那好 那从一开始 荷兰和法国用公投 爱尔兰那这些什么 也是用公投 好 那荷兰法国开始公投 就没想到居然没过 这两个是欧盟的创始会员国 就居然没过 其统员注意看 当时没过的原因 就和今天美国川普被选为总统的原因是一样的 就是什么 荷兰在这个时间点 还有法国 其统员注意看啊 德国统一一加一大于二 对不对 所产生的影响力呢 大于二嘛 不晓得到哪呀 只敢只能说大于二嘛 可能变成一加一变成一百呀 或者是一万呢 对不对 那大于二大到哪里呢 同学注意看 对于欧洲很多国家来讲 压力是很大的 对不对 而且什么 再加上东欧有些国家呢 大门一打开了以后呢 让很多西欧国家理解到 哦你里面蛮多问题的 那要让你一起发展呢 恐怕要给你蛮多的援助的 那但是呢 同学注意看 那个时间点呢 其实全球的经济 陆陆续续什么啊 成长的就很慢了 哦 全球的经济 成长就很慢了 所以这些老牌的工业国家 荷兰还有法国的经济成长呢 就很吃力了 哦 所以呢 大家赌烂票嘛 我公投我就什么啊 跟你唱反调啊 对不对 因为我觉得我的生活没有变好啊 那德国一加一大于二 德国就在我们旁边啊 他一加一大于二 他可什么 比我更好啊 对不对 那我原来不输他 那当然原来人家是分裂的嘛 对不对 你只赢 你可能不输半个德国啊 现在是一整个德国 一摆在那地方 就已经把他们给比下去了 一般的老百姓 荷兰 法国 其实比利时 卢森堡 这些老百姓 压力都很大呀 对不对 然后你什么 你登欧这边 又过来抢我的东西 因为从老百姓的角度来看 你就是过来抢我的资源嘛 对不对 他不会想到说 你也去什么 分了别人的资源 他不想这一点 就是你 就是你害我的 看到没有 所以荷兰还有法国 第一批公投的全部没过 那后面就不敢办了 看到没有 所以同学注意看 欧盟的宪法 其实只在什么 两个国家刚开始办公投没过以后 就不敢再往下办了 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情况 只好先什么 搁置 那但是同学注意 德国的什么 西图心是很强的 因为同学注意看 那当然什么 西特勒 同学注意看 德国和法国呢 其实都很有概念的 近代的西特勒 还有之前法国的拿破仑 他们为什么要出兵攻打 当时的第二 后来的苏联 今天的俄罗斯呢 他们为什么非攻打不可 一样啊 就是我要整合 整个欧洲嘛 对不对 东欧吃下来 然后如果能够什么 自助俄罗斯的话 那同学注意哦 接下来是什么 迈向亚洲啊 看到没有 我们讲思路 同学注意看 思路这个名词 不是大陆取的哦 因为我们知道 汉朝汉武帝派 张迁通西域 是从东方这样子过去 对不对 那同学不要忘了 西方那边也想过来啊 对不对 那你从你西方那边 要过来东方 你当然是一路杀过来的话 你先要把东欧吃下来 然后吃下俄罗斯 然后再吃下什么 今天他们所说的 恐怖分子占领的地区啊 对不对 那个是他们的路线图啊 来到亚洲的路线图啊 对不对 所以同学注意看 那拿破仑 希特勒 用武力都达不到的 那今天换成经济手段吧 对不对 原来用军事手段 前铺后继的书嘛 对不对 你已经发动了两次了 还是书嘛 对不对 那好吧 那就换成经济手段嘛 对不对 那换成经济手段的话 什么 当然东欧国家要加入 要赶快让他加进来 然后同学注意看 其实是不是也应该要让俄罗斯 所以起码不让他加进来 你应该是要跟他成为朋友的 看到没有 你才能经由他什么 进到亚洲来啊 不是吗 对不对 所以古时候就是这个情况 所以才有思路啊 同学切记 思路不是张迁取的 也不是汉武帝取的 是德国人取的这个什么名字的 就是因为什么 当年中国古时候好的诗 经由张迁后 然后后人什么 探查出来的这条路 把当时在西方眼中 最高级的什么 中国的精品什么 卖到什么 欧洲 那倒过头来呢 同学注意看啊 当时的中国的商人 不是挨家挨户去什么 卖的嘛 他是不是类似今天 欧洲那边有今天 所谓的贸易代理商 对不对 然后张迁啊 或者是后人卖过去的丝 由欧洲那边的一个贸易代理商 买下来以后 转卖到欧洲市场嘛 对不对 那这个当时最强的 就是热曼人 看到没有 所以思路这个名字 是德国的祖先取的 不是张迁取的 也不是汉武帝取的哦 这个名字 就是因为什么 你们可以想见 当时那个诗是什么 精品中的精品啊 甚至你们今天到欧洲去旅游 但是证明我没办法读吃嘛 那所以用经济手段叫大家一起分享 才有办法嘛 对不对 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情况 那当然 那荷兰人他其实也想啦 因为同学注意看 英国所推动的工业革命之前 西班牙 葡萄牙 还有什么 荷兰人 他们都有在全世界经商的这个什么 历史经验啦 所以荷兰人不可能搞什么保护主义的 那法国人也一样 但是就是两个国家的老百姓就是不爽啊 你们搞来那么多外国人来分我的东西 我就跟你什么 赌烂票 看到没有 所以造成什么 朋友看到没有 这两个国家的公投居然就是没过 所以只好什么 暂缓 好 那之后我们下一堂课再讲好了 休息一下好了